Lifeline 来了 直接上桌吧 来来 来 你 你坐这儿 来 逸人 坐这儿坐这儿 坐吧 那个 是这样啊 刚才在你们没来之前呢 我们呢简单聊了一下 我认为呀 这男女朋友之间的吵架 真不是个事 是吧 说开了也就没什么了 道个歉的事嘛 哪有什么非得怎么怎么着的事啊 是吧 这次说把话说中了 我态度不好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说搬走我肯定会搬走 你们好好聊 那我先撤了啊 再见 别别别 别别别 你看 这个时候 该聊的还得聊 别动不动的就 就耍性子是吧 别赌气 尤其是这个时候 是啊 梅小姐 虽然我在谭总的公司时间不长 但是我能感受到 谭总还是很在乎你的 否则今天不会叫天乐来 再叫我来 既然来都来了 大家还是心平气和地 好好谈一谈 把心里什么不愉快啊 委屈啊 埋怨啊 都说出来 好好沟通一下嘛 对 是吧 亲爱的 我觉得我特别过分 因为工作太忙 忽略了你 没有好好把你照顾好 是我的问题 还有 你这次离开以后 我心里特别难受 觉得整个人被掏空了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 我想 是因为这个家里少了你 所以 那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后不会让你再失望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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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祝福你们 梅小姐 不不不不 不生气了是吗 不生气了咱好好点菜吃饭 好 快 对对对 那个点 点 点动一点 点动一点 好啊 既然你们也和好了 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妹妹还一个人在家呢 我就先走了 用找司机送你吗 不用了 天愣 我 我 那 那什么 那我 我们先 先走了啊 先去吧 先走了 来 行 演那么好给谁看呢 你用这么激动吗 人家两个没好多久 你想插也插不进去啊 天愣不会接受你 不合适宜的真挚过了头呢 你会被人活生生的给抛弃掉 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相信爱情的人 最后都没什么好下场 吃 起 行 他们真幸福 虽然有矛盾 有争吵 但是最终还是原谅彼此 cont 想起我之前的感情 真是挺羡慕他们的 希望我也能 像他们一样幸福 莱莱 莱莱 我去 跟这儿发什么呆呢 真正的优渊 没人能与你分担 你只能把他从你的一个尖头 换到你的另外一个尖头 我说这中国的现代诗人 怎么和这雨后春嘴还冒出来的 和这都是感情受挫 什么感情 是自尊好吗 就薛晶晶那样 白给我我都不要 搞清状况啊 现在是你白送给人家 人家不要行吗 我就不明白了 我雷雷堂堂七尘二二 他凭什么就看不上我呀 他 他 他不就是一个代考察 一准研究生吗 那我还是一个公务员呢 凭什么呀 打住啊 别入戏太深 你就这店里打工的 就凭现在您的工作表现 我们把你开得就不错了 还在这儿做白日梦呢 等会儿啊 咱这戏是谁给我设计的 要没李爱宝那事 要不是你瞎出馊主意 我不至于被他这么埋态吗 你怎么不说好好想想 你被淘汰的原因是什么呀 咱们为了让这薛晶晶上钩 咱们研究的不少了吧 工商局的公务员 工资 代表社会地位 都是薛晶晶所要求的物质基地吧 照你这么说 人家一代考研究生 为什么看不上你 一堂堂的七尺公务员呢 得 我太刺啊 都是因为我太刺行了吧 我这么刺你们还让我去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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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态度就有问题 是 我们是正义设计的新名字 新身份 新的家庭背景 可是并不代表说 累了就得变成李累了啊 李累了 追的是韩眉眉 你 累了 追的是薛晶晶 什么意思 我说你反应慢吧 你还不承认 那戏是假的 你越往那边靠 你越会娓娓缩缩的 放不开你也不会演 人家问你什么的 你都得小心翼翼的 你想想看 生活里 你自己会这样吗 会吗 薛晶晶啊 不是一个调精灰絮的人 她是在物质要求上 有一个要求 但她精神参谈也有一个要求 要不然李爱宝那样出生的 她怎么会 会愿意嫁给她呢 你就不能让她呀 占了你的上风 反正这女孩 只要看上去 远硬不吃的 那说明啊 她都想好了你下一步 出什么招 但凡你让她接不了招了 没准你就能一针突起了 还有记住了啊 你得让她忘记 那个假惺惺的李累 干什么去啊 我找她去 现在去吧 我要让她知道 真正的韦韦是个谁 你 您是那上班的 韩总 去 哦 这是去年的报告 都在里面 我分大器 都归纳好了 送到案事 好 那天 是你吗 什么是我 没事啊 晚上跟我去见张总 我 有问题吗 没有 这个不是去你的资料吗 可是这是谭总让我做的 谭总日理忘记 肯定记错了吧 我花了三个晚上才做出来的 你们没弄错吧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强迫我说这样吗 没有没有 麻烦你了 真受了这心 来 你说昨天晚上谭少雨 也哪出戏呢 你都没说吧 我昨天想那晚上也没想明白 你说谭少雨那话是不是明显说给依连听的 明显是啊 而且依然也被少雨给刺激到了 还替他说情呢 没错 依连那话明显就是回击谭少雨的 你说他俩之间到底是有什么事啊 现在这依连在这谭少雨公司工作呢 会不会俩人功能当中有 有什么不愉快啊 挺关心依然的吗 不是关心我 别误会啊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就是我奶奶说 让我多照顾照顾依然 反正他们这么一出一出戏的唱吧 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总之这事没那么简单 那你给瞎说说啊 就是你觉得这不简单事事 是怎么个不简单法啊 假设啊 也 他们俩原来又认识了 有个债务纠分 现在还没还清约呢 这不可能 依然是在湖南长大的 没来过这儿 他俩怎么可能会认识呢 假设啊 依然和谭少雨 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 就不想让咱知道 你怎么不去写电视剧呢你 那 三啊 谭少雨 喜欢依然 那 那 那你说说 这谭少雨有多喜欢依然 就像我 喜欢你那么喜欢 怎么又来了这 行行行咱还别聊谭少雨跟依然了 咱就说说你吧 你那工作怎么着了到底 行了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 我一点工作经验没有难 特别的难 怎么一说这事就开始说难呢 我 我跟你讲讲吧 小小小 不想听 头疼 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虚心听啊 我跟你说 工作这边特别重要了 是 要一个冬瓜 再要一个白菜 好 谢谢 秀老师 你是 我是雷雷啊 不好意思 我不记得了 咱俩相过亲 秀老师 秀老师 我那个今儿没带钱包 你能借我十块钱吗 够了吧 秀老师 这好像真有点不够 要不然你再借我十块等 就这些不够了 希望你把人家买了 不需要 大家和我一群一块 需要 他要不要再吃它 一块一个 你也不需要 那可以 一块把鸡蛋糕吃的 你比较快 因为你会把鸡蛋糕吃 是 一块一块 你不需要 是要的 谢谢啊 没事 小时 您这老师肯定带着纸和笔吧 你给我打个线条 我这人啊 不收账 不用了 薛老师 你怎么心神不拟动的呀 丢东西了 我吃完了 你慢慢吃 等会儿 你吃完了我还没吃完呢 这基本理数 您这大学老师不会不懂吧 我选修课要开始了 选修课六点钟 现在五点都不到 您这谎撒的 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 我化个妆不可以吗 化妆 你还用化妆啊 你不天天都在装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薛晶晶 你有什么可拽的 你不就穿一双白修鞋吗 你装什么小精心啊 你 我干 你能别跟着我吗 我走这条路走了 你交的是学杂费 又不是养路费 我走哪儿你也管管着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薛晶晶 是 我知道湘西那天你没看上我 但是你也得给我留够足够的面子 和尊重吧 你有完没完啊 我没完 我就是想让你设身处地地体会到这种落差感 刚刚你在食堂有多尴尬 我那天就有多尴尬 雷雷 你脑子有病吧 你脑子有病 我今天跟你只是说咱俩不合适 你不是我的款 薛晶晶 你也不是我的款 别提你那套什么 越胜越生殖这爱情理念 我告诉你玩具 没戏 做梦 呸 还爱情理念呢 你就用臭唐僧 你整天只会用大道理迷惑自己 欺骗小女孩 你自以为觉得特有文化 其实你就是一大忽悠 我哪忽悠 你跟我要尊重 我问你 你尊重过我吗 第一次约会你就迟到 还自己在那儿侃侃而谈 逼着我卖笑 给你捧臭脚 凭什么呀 你以为老师就好欺负是吗 我最后告诉你一句 只有你这种自卑的人 才会觉得让人说人家拽 我最讨厌你这种人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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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呀 你这种臭爷们 只会跟我在这儿搅搅 我告诉你 你是 匪男人 至于吗 匪男人 你好点没有啊 如果 刚才我要是上你自尊了 我向你道歉 我 杀 他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一打我爷们 我干吗跟你这么较真啊 鼻涕都出来了 你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我就想问问你 人家到底是答应了 还是没答应的 对啊 这关键 答应一答应 他没说答应 也没说不答应 不是 那你们俩跟着 摸摸鸡 摸摸鸡 说什么呢 我当时记性说的 我也不知道忘了说什么了 那你说他俩这样算有戏 还是没戏啊 有戏 听见了吗 有戏 我觉得你啊 再接再厉 你坚持住了千万别放弃 对 千万别松懈 后面更加猛便箱 没错 没错 这 这录像啊 你就自个儿留着吧 万一婚礼哪天用上了 谢谢 谢谢 来 我们喝一杯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张总 我求求你了 我真的是喝不动了 我缓一缓再喝 我先干为敬 张总 来来来来 坐 小雅 你看 衣服喝 我给我面子 好 那喝我喝 来 来 慢点 慢点 真是个好女孩 真是个好女孩 张总 你这有眼光啊 陪我跳支舞怎么样 张总 我太晕了 我实在是跳不动了 我别够的 咱们再喝一杯 好不好 来 我真的是喝不动了 张总 今天开心 我求求你了 来来来来 晓远 给我个面子 来 再喝一杯 来来来 喝了 真是 咱们真的 张总 我喝不了了 来来来 我去吐一下 晓远 晓远 潘总 今天晚上小远跟我走怎么样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潘总开玩笑的吧 我这点意思 你还不明白 张总喝多了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你要是让小远晚上 跟我走的话 这合同的事情 我现在就能拍完 怎么样 喂 进包房接下人 我先让一展去车上等你 咱们再具体谈一下 合同的事 然后 再让司机送你们两个回酒店 怎么样 好 好 我现在 就能把他合同给签了 安总 好 我说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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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不吃早餐了 我上班去了 怕迟到 别啊 做都做好了 吃一口 五分钟的事 好吧 过来 过来 昨天因为什么呀 喝那么多酒 要陪几个客户 陪什么客户还得喝酒 待会儿给少爷打个电话 以后这种事别去了 不用了 也就这一次 下次我就不去了 真不喝了 要不然迟到了 接着起饱了 走了啊 那 就喝这么一口啊 没了你 要不过你 有事跟你商量 跟我商量 不会又是挖一火根让我往下跳吧 你 很不喜欢依然对不对 什么意思呀 我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 或许是你心里边一直想做的 你是让我帮你猜猜依然和天乐呀 你说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人家两个挺好的 我们作为好朋友应该祝福他们 你 你是不是对依然有什么误会啊 没有任何误会 作为天乐的朋友我跟你都一样 希望天乐好 不希望她被人欺骗 而我对依然这个女人 第一感觉就是 她接近天乐一定有目的 我需要的 就是你帮我这位最好的兄弟 看清事实真相 了解这个女人的真实命 据我观察呢 你和依然生日会那天 应该不是第一次见吧 美安妮 你跑题了 我刚刚说的是依然跟天乐 依然接近天乐 无外乎就是想接近她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已 那她想要什么生活呀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不很简单吗 跟很多女孩子想要的生活一样啊 花不完的钞票 买不完的美丽衣服 还有挺不腻的赞美 那她就更没有理由找天乐了呀 天乐也满足不了她 依然现在的位置她只能找天乐 而且把天乐榨干之后 她会站在天乐的肩膀上 去完成她下一步的计划 依然这样的女人不可能做无用功 不可能去结交她认为用不到的朋友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 每次跟她交手她都不动怒 说什么好像都激怒不了她 就也不知道她心里到底想什么 好像是一把剑刺在那个海绵上 软塌塌地又弹回来 你说她是不是曾经受过什么伤 还是童年有什么阴影 她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是不是有阴影 我不清楚 我只是觉得 以你现在的脾气跟秉性 根本不可能是她的对手 那你自己干嘛不去跟天乐说呀 而且我凭什么帮你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跟你有共同点 我们都是天乐的朋友 我们希望天乐好 不希望她被欺骗 被人利用 而且这件事呢 只能由你来做 我的身份不太适宜出现 第二个 我给你加了一个附加条件 这个律师函里面的合同 由你父亲的亲笔签名 其中涉及到一些经济问题 数额虽然不是很大 我也让对方停了一停 而由我们公司代为解决的话呢 事情就不会很大 如果是走司法程序 你会很麻烦 我爸是清白的 你怎么总是这么天真跟幼稚呢 你父亲欠了很多钱 不光欠我们一家 而且我现在只是给你提一个醒 你以后用钱的地方很多 现在赞钱没问题 不代表永远没有问题 所以 只要你这一次帮了我 以后你的财政问题 我们可以再商量 我们没有财政问题 我爸是被陷害的呀 你爸爸是不是被陷害的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再跟你说一遍 林天乐是我的好朋友 我会帮我的好朋友 而你也要帮我的好朋友 做这件事 对你没有任何损失 如果你不相信我没有关系 但是你可以想一想 毅然 为什么要去接今天了 毅然 他为什么 他突然来到这个城市 还带了那么一个 来路不明的小妹妹 是挺可疑的 您还不相信的话 我再跟你出一招 什么招呀 不过我先说清楚 害人的事我坚决不做 依我对于人的判断 他是一个非常物质的女人 他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心高 是因为他内心的欲望 还没有被点燃 这种欲望被点燃之后 将永远没有办法熄灭 而我需要你做的 就是去点燃他的欲望 你是让我让他变得物质 不是变得物质 是本质食然 你只要试一试的话 就会知道 我今天说的 全都是真的 再说 你怎么忍心天乐 去娶这样一个女人呢 忍心看着天乐 有朝一日被他伤得满目疮痍吗 可是天乐是个好人哪 他应该得到爱情的呀 是啊 所以说依然他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在天乐身边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 炸掉了 很危险的 所以你要帮他 更何况 帮天乐就是在帮你自己 因为看到自己喜欢的人 被一个如此有心机 而且绅士复杂的女人给抢去了 请问 你心里边会很舒服吗 你 你乱说什么呀 我谁喜欢他了 别瞎说 没了你 做这件事 与我 与你 与天乐都是好事 还有 这张副卡 没有任何迷茫 你随便说 什么事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不愿意 我平日 不愿意 你随便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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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怎么样啊 你如果觉得累的话 我帮你请天假 回家休息一天 怎么样啊 算了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了 那我马上我去接你呗 晚上 你就不用来接我了 我现在已经酒醒得差不多了 你要是回家早的话 就再帮我熬碗粥呗 可以啊 那粥味道还行吗 特别好喝 没想到你还挺细心的 我要东西我帮你多收了 晚上回家见 拜拜 谭总 昨天晚上你把张总配得很开心 以后有这样的应酬 你负责 你不用去规划局了 这个送规划局 现在 这不是我们店常客吗 不是 你别误会啊 我就想找你姐当面把话说清楚 她为 为什么就这样了呢 都这样了 还说什么呢 我就不明白你 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底部 每次明明都好好的呀 或许就没好过呢 你想多了吧 行 行 好 再见 慢走不送啊 好 再见 慢走不送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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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找谭总啊 不是 我在这附近办事 想到你不是在这上班吗 就过来看看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跟你聊聊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吧 就觉得你跟别的女孩 都不一样 特别的大气 听了说 你在这儿也没什么朋友 以后咱俩可以多聚呀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咱们可以单聚 要不咱俩现在泡巴去 现在呀 现在不行 我还有工作 我要去送文件 咱们改天再约吧 依然 唐总说那个案子 我去办就可以了 你休息吧 再给我 那辛苦你了 正好 下班了吧 也还不用去接伊列 我刚刚说泡巴 你别紧张 我只是打个比方 咱们可以去喝咖啡嘛 聊聊天 行了 行了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了 赶紧的 走 可是 好 可以了 要不然我今天就不做了吧 你自己做吧 干吗呀 我刚钱都交了 给他介绍一下 给他介绍一下 来 我们的蜂蜜蜂蜜蜂蜜茶 主要用于排毒疏烟 柠檬牛奶呢 主要用于美容瘦身 薰鸚草精油 主要用于安神 帮助睡眠 不知道两位需要什么呢 美容瘦身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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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感觉不错吧 女神 就该对自己好点儿 别老为别人操心 为别人忙活 哪对得起自己啊 我觉得你平时穿得都太素了 我前两天看杂志里面那个 盖利亚奈和大士卡巴娜 这一季的衣服 有几款特别适合你 还有 我觉得咱们以后有空 可以多出来做做SPA什么的 女人过了二十五岁 老得可快了 好 那个手上戴的是什么 这是天乐送给我保佑我的 天乐对你还挺好的 谭总对你也很好吗 谭 谭少宇 还行吧 看得出来他很爱你 他爱 你这观察够准确的呀 我跟他接触这段时间 我都没看出来他爱谁不爱谁 看来 你们两个交往还挺深的 我们俩哪有什么交情啊 以前都没见过 是吗 我那天还觉得你们俩 好像不是第一次见面的 上次在你们家 我们就是第一次见面 约然 约然 嗯 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一个女人 过一种特别平平淡淡的生活 就是那种找一个普通的人 过一种一眼就能望到底的日子 这样太枯燥乏味了 人生应该再丰富一点 女人可以物质一点 过得精彩一些 这样是不是更多有趣 你可能不太了解天乐的家庭 其实他是一个特别需要 安静生活的人 我现在能够跟他一起过着 平平淡淡的生活 也是一种享受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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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舒服的吧 你平时买衣服多吗 还好吧 我也没什么时间逛街 都是在网上买 网上怎么行啊 衣服都不能试 而且你这么瘦 肯定很难买到合适的 要不我们一会儿 那边有家店不错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吧 不了 要不然你慢慢逛吧 我就不陪你了 我真得回去了 依恋见不着我 肯定不会睡觉的 今天要多谢谢你了 让你破费了 改天一定回请你啊 我自己坐地铁走就行了 你不用送我了 再见 招什么急啊 好可怕 肚又疼了 今天情况怎么样 要打入敌人内部 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伊朗这个人太土了 想要改造他 他把他变成物质 真的得从零开始 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真不知道 还是壮不知道 我觉得是真的 他这个人特别木 反应还慢 我都说得特别明白了 我说林天乐呢 就是同情心泛滥 平时对小猫小狗 都特别怜悯 就差说一句 何况对你呢 不明白 他是真没听懂 还是装没听懂呢 你既然这么了解他的品性 你就自己去把他抢回来呗 干嘛 干嘛求我呀 真是你们还在一家公司 下手也方便 我只是在想 天乐跟依然 会不会已经分手了 是吗 不会吧 他今天一句都没提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他演技也太好了吧 依然这种女人 这么有兴趣 当然会演戏啊 所以你很难真正 走进他的内心 和他做真正的朋友 不过没关系 你只是要在天乐面前 装得跟依然 像是姐妹情深一样 就好了 然后让天乐 看到依然的变化 从而认清依然的 真正面目就行了 要是他没什么真面目呢 人家就是无欲无穷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欲无求的人 只能说明诱惑还不够大而已 你懂的 干吗 你是不是跟林天乐 或者依然有天大的仇恨 要不然怎么能想出 这么硬的招来拆散别人呢 那是我的事 你只需要做好你的事 达成你自己的目的就好 反正我说了 害人的事 我坚决不答应 我坚决不答应 一个人哪 雷雷又追薛津津去了 是啊 我这正琢磨着 是不是要靠的工资呢 你靠什么工资呀 你没邀请他去追的 不过你要奖金算不错了啊 昨天是不是跟燕在一块呢 对啊 怎么了 说我说话了呀他 你说说昨天你都做什么了 我没做什么呀 我做什么了 那他为什么一回家就一直夸你 夸我呀 我还以为他不太喜欢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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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我人品好 所以我就奇了怪了 哎 到底怎么回事呢 所以我就奇了怪了 哎 到底怎么回事呢 没怎么 我们就聊聊天 坐坐脸什么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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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看出来 别看出来还挺快做人 过来 给你说点正事 过来 给你说点正事 你坐 我呢 给你找个事工作 有没有兴趣 什么工作呀 你以前是学设计的绘画画吧 当然了 给你找了一个 广告设计的活儿 这人呢 以前呢跟我爸认识 对我爸公司那些广告 都是他们公司做的 所以呢 认识就给你介绍了一下 谢谢 行吧 那等到具体时间我通知你 你跟上坐会儿 要么喝点饮料 我把那行车给他擦 擦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